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由于周涛卓越的主持水平 也让他获得了阳世一介的称号 不仅连续16年主持春晚 之后更是登上鸟超 解说奥运会开幕式 就在其事业达到顶峰之时 周涛却选择了退居幕后 其原因有不少媒体报道 似乎是为了回归家庭 照顾幻有自闭症的女儿 有网友提出 尽管周涛见了年少有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 但是其实他一直在做化界尝试 去年还出演了话剧 想来女儿已经健康了不少 不仅如此 周涛最近更是被爆将要登上 答应木参演电影 但关心他的观众感到十分期待 原来 在3月21日线李片 中国1949香山之春的开机发布会上 公布的一系列主演者名单中 除了实力派演员 唐国强 刘靖 以及张涵宇等人 周涛也同样恶劣其中 随后 还有网友爆料 称周涛极有可能是演影片中的宋庆灵一角 这似乎也与周涛一直以来正面端装优雅的形象不 某而合 网友们更是非常激动 将其成为最美宋庆灵 虽然对于角色爆料的真实性还未可知 但是多年来给大家带来美好回忆的周涛 即将现身荧幕 还是让人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